雨中的营业菊一沾水就变绿 同一颗植株上经常是白绿相间 看惯了通体一色 偶尔换换也不错 今年的营业菊一如既往 长势良好 一月底快被我嘔吐的这颗母本 整个二月因为低温 生长停滞 但在春天的世外待上两个月 就能恢复元气 官服变饱满 营业菊的分支性很强 不用特意打顶 它自己就能铺满盆面 平时也没有病虫害 除了冬天要搬进室内 其他季节都可以随意露天养护 在我招的唯一问题 就是胶水不及时 导致打粘 考虑到五月开始会持续升温 决定升级到三加冷 这盆去年年底 其实翻盆过一次 加肥加土过 所以整个春天比较省心 只要保证温度光照就可 根系已经全部长满 升级大一到二个号的盆 基本没问题 当然 局科的根系就没有不强换的 后续应该能升到五加轮 换好盆 继续放在老位置 这个位置朝向偏东南 12到13点前 一直有直射光 我在四个方位 都有摆营业局 这个位置是长得最好的 除了夏日的暴晒 其他时候 光照对营业局很重要 这颗千叉苗的光照就不行 长势非常非常慢 这边的千叉苗 则是下午才能见到直射光 但因为时长不够 长势也弱 营业局 只要不缺水 可以随便晒 这次 顺带也把这盆也换掉 因为是两颗 官服还没完全融合 但之前的配土 过于疏松透气 一不留神 缺水 叶子打粘 看起来 根系又是长满了 这盆还是从牙千苗 开始养起的 长到现在这个大侠 也满意了 毕竟和他们同期的两颗 冬天已经没了 暂时给它换到这个位置 之前的光照不够